高CP值 吳希玲的LOVE 極翠香氛系列 你的髮型讓它 念念不忘 嗨 我是阿欣 因為我是從長髮變成短髮的嘛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討論 長頭髮跟短頭髮到底各有什麼優缺點 那只有我自己講的話其實有點沒意思 因為我現在自己是短頭髮 所以我們今天有請到一個嘉賓 沒錯 就是我們的長髮飄逸的美少女 歡迎 嗨 我是阿欣 欸 你也叫阿欣 對啊 我也是耶 我剛才嚇到了 太扯了吧 好 那我們就趕快來進入正題吧 首先第一個是 長頭髮真的超級重的 而且我常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一半的體重 全部都是頭髮 沒有 我覺得吼 會不會是 你只是變胖 然後想要把問題推給頭髮 欸 體重 對啦 對 是吧 第二點呢 是造型的變化 我真的覺得其實短髮沒有什麼造型可以變耶 而且你看喔 像網路上面很多人說什麼 短髮也可以有捲髮啊 或什麼的 可是你仔細看 真的看起來都差不多 而且你看長髮還可以就是編辮子啊 幫忙為什麼 很多男生喜歡的造型幾乎都是長頭髮 這取向問題我真的沒辦法喔 但是還是有短髮控啦 對 有啦有啦有啦 接著這個呢 是吃飯的時候會發生的 你知道什麼嗎 我知道 是不是你們長頭髮吃飯的時候 會一直這樣 欸 欸 一直變 沒錯 就是長髮吃飯的時候 那個頭髮 他都會這樣子一直往湯裡面沖 有沒有 一直沖 超級膽怒的 啊你綁起來就好啦 出去吃飯的時候有時候會想要拍照啊 然後如果綁起來的話就是會變形 那不然就是 不要拍照 吃飯也就是認真吃 有沒有 直接問題解決 好像好像也對啦 接下來這個呢我覺得一定會超級有共鳴 因為差別真的超級大 你知道什麼嗎 我知道 時間 你知道嗎 長頭髮洗頭真的超級花時間的 像我自己啊就是習慣洗兩次 更麻煩 欸我也是洗兩次耶 而且還有一點 就是長頭髮會很需要護髮 因為像這樣子頭髮那麼長有沒有 到髮尾這邊會很容易乾 所以洗頭再加上護髮的時間 真的超久的耶 真的超天荒地老耶 難怪有人洗頭要洗一個小時 好那第五個呢 剛剛不是說短髮就是可以省時間嗎 那是不是也有可能 省到錢 如果是以水費電費來說的話 我到時候沒有辦法反駁 因為本來長頭髮就是在這方面 最終花了比較多時間 可是 我想到一點 長頭髮不太需要長修剪 短髮要吧 我跟你講你真的講到重點 因為短髮然後後面都會一直亂翹啊 所以就是一直要去修什麼的 所以 其實比起來 好像也沒有省到哪裡去 真的 好啦以上呢 就是我們剛剛兩個人一起討論出來的就是 關於五個長短髮的優缺點 那如果大家呢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補充在下面 這樣子 那你要講的產品嗎 你不要插我話好不好 我剛剛講的 好的就是呢 我們今天呢其實就是跟 LOTS的脆香粉系列合作的 沒錯喔 然後他們分別有 蓮花的保濕系列 是適合毛罩的髮子使用的 那另外還有玫瑰的修護系列 然後是適合受損的髮子使用的 對對對 沒錯有種 好都可以講 而且他們全系列呢 都是含有六種的植物的精粹 而且 無細菱 還有含有就是高滲透的補水因子 像是精安酸啊 或是護膚級的高保濕手水因子這樣 就是讓你洗完頭之後可以滋潤 然後又保濕 讓它們柔順又有光澤 它還有很綿密的泡沫 再加上它獨家的FGP技術 可以減少 你因為洗頭髮的時候 摩擦到一些損傷這樣子 它不會有乾澀感 然後重點是 它的CP值超高 你知道多少錢嗎 它不到兩百塊 真的假的 真的 除了那個奇葩露之外啊 它還有同系列的這個護髮的精華 就是你搭配使用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頭髮更加的柔順 亮麗 對就像我這樣子的長髮 就是不會再糾結這樣子 我很喜歡它的這個香味 它不是那種那種艷麗嗆筆的 它是有一種淡雅的清香 我特別喜歡這個蓮花的香味 我喜歡這個玫瑰的 如果對這系列有興趣的話 它們在非常多的通路都有販售 可以點開下面的資訊欄 有很多詳細的資訊給大家 好那大家喜歡長頭髮還是短頭髮呢 歡迎表達你的喜好哦 我自己目前是喜歡短頭髮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要這邊了 喜歡的話就記得按鈴分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你們知道我真的好邊緣 這裡沒有人 你們知道沒有人 我要假裝 好累哦 到CBG 無限人的 都什麼 呵呵 CBG espace 哈哈哈